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7月19号 广州市花都区施领镇的三万市民再次游行示威 反对政府在当地兴建垃圾焚化厂 那么当局呢 出动了大约是一万名的警察 特警沿途戒备 并多次的和示威者发生推撞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示威人群手举着横幅高喊口号 一路步行到了花都区政府 那么傍晚时分呢 当局是采取暴力驱赶行动 有数十名村民被打伤 村民们表示 四天前 也就是7月15号 万人上街游行之后 政府承诺三天后会给他们答复 但是现在三天都过去了 政府仍然没有发出任何的回应 他们只好再次示威 如果当地政府再不解决问题呢 他们下周二 7月23号将会到广州市政府请愿 再说 湖南省林五县的城管打死瓜农邓正佳 日前伴随着县长率警抢尸风波 事件是愈演愈大 民武县政府的网站也被黑客留言 多行不义必自闭 致抢尸县长 7月19号的下午 死者的女儿邓雁玲发帖透露 他父亲的事件结果证明 炉内大量淤血 并伴有头皮下出血 他表示 当局正在着手掩盖事实的真相 他父亲很有可能被心脏病或者是其他突发性疾病 当局这样的做法 他们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这个帖子很快就被删除 几个小时后 邓雁玲再发帖时却表示 感谢市县相关部门的妥善安置 对于邓雁玲发帖内容变化如此之大 网友们纷纷怀疑邓雁玲的微博被黑了 网友大卫戴维斯就评论说 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政府打死自己的父亲 还要女儿发帖感谢政府 中国奇迹 那么深圳作家天佑也发帖表示 邓正佳的女儿180度的大转弯让我们看到了体质的强大 上海的民众刘胜军则是跟帖说 政府没有搞定家属 只是搞定了微博账号而已 近来中共当局对于中国大陆的民运还有维权人士是加剧打压 但是惯以他们的罪名却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无关 像安徽邦步民运人士张林日前就被邦步当局 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公共场所秩序罪行事拘留 积压在邦步市第一看守所 据海外博讯网的消息 7月19号 邦步警方前往张林前妻芳草的家 试图搜查 但是遭到芳草的拒绝 随后他们拿出一份刑拘通知书 要求张林的大女儿张如丽签字 通知书上显示张林是被邦山分局 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公共场所秩序罪拘留的 但是警方和当地局委会 还有这个复联的相关人士呢 也谈到了有关张林小女儿张安妮抚养的问题 今年早些时候 10岁的张安妮曾经和父亲一起被合肥公安绑架 被迫失学 那么张林被拘留前呢 为了摆脱当局的监控 曾经带着女儿张安妮一起出逃 后来是在北京被抓 被遣返回了邦步 观众朋友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